狂热爱好者 那你一定会对卢克天行者使用的光剑印象深刻 日前 美国空军研制出了一款光军刀 无论是外形还是重量 都与新战中的光剑类似 刀身可以发出耀眼的光芒 如同火焰一般 自身重量很轻 却能达到华氏4000度高温 瞬间切割半英寸的钢筋 进行消防救援等不在话下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消息 美国研发的这种光军刀并不是战士的武器 而是方便它们在战区切割钢筋用的工具 在Energetic Materials & Podax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前提下 这款手持切割钢筋刀魅力非凡 负责开发研制该项目的斯蒂芬尼·约翰逊说 这种光军刀同时受物理和化学双重作用 这就是它能像光剑一样耀眼的原因所在 能砍断半英寸的钢筋 不仅仅是刀本身的锋利 更因为军刀外部达到最高温时 钢筋便会融化 其间内部燃烧的产物可通过工程喷嘴射出 过程可持续整整两秒 将目标物加热至熔点以上 相比于传统光军刀 这把新军刀长33厘米 宽度不到4厘米 重量不到一斤 却能消铁如泥 几乎不需要除氧空间 也无需点火系统和胶皮管 瞬间产生的火焰温度就能超过2200摄氏度 产生的气化金属和威力混合物 能轻松融化一切物质 这种英文名为TechTorch的手持切割工具 不仅威力十足 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小小心变 手柄能为点火器提供电能 启动后能发出耀眼的黄色光芒 如果能逐渐推广 这种便捷性工具还可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例如消防员不再需要 兼杯笨重的切割器材前往救援 只需随身携带TechTorch 就能轻松切开障碍物 这种新型光军刀 由点火器和材料盒组成 内部含有易燃并能释放高温的金属氧化物 在启动瞬间 点火器点燃氧化物释放巨大能量 火焰不仅能融化障碍物 产生的推力还能将金属迅速切开 TechTorch虽然是为特种部队 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制定的 但相关的急救和消防人员 也能获得使用权 对于救援人员来说 这能很好的提高效率 增加成功几率 更好的为周边百姓服务 更让人嘖嘖称奇的是 这种威力十足的杀伤性武器 喷出的火焰 还能抵挡住水流的干扰 在水下还能辅助一些基本的切割工作 迸发出闪耀的火花 在星球大战中 频频露面的天行者光剑 变成了在现实生活中 有实际用途的TechTorch 这无疑会满足 相当一部分星战迷的愿望 但别急 因为这款武器的杀伤性极强 且目前的主要用途 为军用 急救 消防 商业用途暂不明朗 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完善 想要批量生产 人手一把 估计还要一段时日 好